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经过五年多的建设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已日渐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有前景的增长级之一 创新没有天选之人 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拔剑创新人才 请问谭委员您早年从香港来内地打拼的经历是怎样的 能否谈谈对香港青年抓住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建议 我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能够把握发展记忆 实现自身的加急 我这个曾经的香港青年没有错过内地的发展大舞台 深时代国家的发展 在一起给香港青年提供了成就理想的环境地区域 我希望大家能够紧紧地帐助 委员通道现场采访活动已经结束了 刚才来自香港的谭锦球委员回答了我的问题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此外还有一位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柯兰 他介绍了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情况 现在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兵录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后续的报道还请您继续关注小新